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呢 就是最近車台有個新聞 對於現階段準備購車 或是往後準備購車的朋友們 都會是一個蠻重要的訊息 那就是台灣的TNCAP實驗室 正式動工開始興建 預計在2023還2024之後呢 TNCAP就可以開始執行撞測的實驗 給台灣消費者帶來另外一個層次的 車輛安規認證 那麼這也是之前我們所一直很期待的 不管是之前購車的車迷朋友們 或是對於往後有購車需要的朋友們來講 台灣有自己的撞車跟NCAP 其實是大家都很期待的 因為呢我們不管去看歐洲的EU NCAP 還是去看中國的NCAP 還是去看美國的IIHS等等的 這些東西啊每次我們看都覺得 這些車撞了之後很安全可以買 但是那也僅限於進口車 台灣的消費市場車室 由於是四輪車室而言呢 最大的一個盲點 長年以來的一個盲點就是說 我們買到的車子 國產車到底跟國外的這些車款 是不是一樣的 以最多人討論的T排車來講 一樣都是Yaris 台灣的Yaris跟國外的Yaris 跟日本的Yaris跟歐洲Yaris 它在車體鋼琴上到底一不一樣 鋼材的選用上到底一不一樣 安全氣囊的觸發機勢到底一不一樣 這些都是一個問號 所以說 對於台灣的消費者而言呢 能夠擁有自己的NCAP狀測 是大家都引頸期盼的 經過了十幾二十年的這個演變之後啊 台灣的消費者市場 開始漸漸的重視車輛的一個安全配備 然後呢消費者的安全意識也漸漸抬頭 現在你的車子如果沒有六氣囊 如果沒有一些主被動安全配備的話 要消費者買單基本上是有點困難的 除非你是那種四十萬五十萬 超級入門等級的車款 不然的話 以一般的消費市場生態而言啊 現在你在台灣如果要你買一台 沒有六氣囊沒有循跡的車子 你應該也是買不下去 那麼更何況在2019 2020年 基本上啊台灣的國產車市 只要是中型房車 基本上你沒有基礎的A-DOS系統 都很難賣 何況是現在呢 已經在像Focus上面 都已經下放了Level 2等級的 一個輔助架的系統 漸漸的國產車在這幾年來 應該都會開始漸漸的進入Level 2的時代 那麼進口車呢 也漸漸朝向Level 2.5 或是3的這個階段去邁進了 所以在這幾年的台灣消費車市啊 如果說你沒有一定的安全基礎 安全水平或安全配備的話 要在台灣的車市賣得好是很困難的 可是 車商講得再多做再多 就算車商把這台車 整台原封不動的搬去歐洲撞 搬去日本撞 搬去美國撞 撞過之後回來 有些消費者還是會心存疑問 這個撞車呢 畢竟不是全套N-CAP的一個撞擊測試 然後這個撞測呢 其實它也沒有涵蓋到所有N-CAP的測試項目 比如說 它可能只有撞正面側面 它就沒有涵蓋到A-DAS的一個撞測測試 因此呢 台灣在N-CAP落實開始使用之後啊 我覺得對於台灣的消費者來講 跟車商來講 會是一個很大改變 那就是 車商它無法再用 我們的車子 基本上用料有幾層跟國外箱 這樣的一個模糊站 它可能說我車子 跟國外的車款可能八成相像 但是這兩層的差異在哪裡 可能就是它的鋼材 國外的鋼材可能已經到1500 1600MPA去 但是台灣的可能才1100 1200 會造成這樣的差異呢 就是在於某些料件啊 其實台灣目前現有的代工廠商 很可能是無法做出來的 以我自己所知道的來講呢 像是現代 他們就是從國外引進他們的車體 然後在台灣再做一個組裝 因為 現代他們在台灣的一個產能 是無法做出 國外所要求的一個車身剛性 因此呢 目前而言 在台灣完全自主國產化 或是自主性很高的幾個國產廠牌 他們造的車子 剛性到底怎麼樣 安全性到底怎麼樣 還有他們剛才的硬度 分配比例 還有他們的一個結構到底怎麼樣 其實 你貼出幾張圖來講啊 對於消費者來講 都不是一個重點 你要實際的用NCAP去撞 撞過之後我覺得對消費者才 才是一個比較大的定心丸 如果說 今天你跟大家講說你的車子啊 撞擊車是四顆星五顆星什麼的 大家可能看了會覺得 欸這個真的還不錯 欸我前面有掉落物 哇這是一個紙箱 空的紙箱 那如果你去跟消費者講 你的車子NCAP撞了幾顆星幾顆星 大家可能會相信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貼了幾張圖 然後說我們的剛才硬度怎麼樣怎麼樣 分布怎麼樣怎麼樣 車體是這樣設計的 我相信消費者還是一個比較抽象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NCAP 直接去撞 25%小面積撞擊 然後側撞 柱撞 或是ADAS的測驗 這些影片貼出來之後呢 我相信對於消費者 對於你這台車的評論 安全性的平等 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此啊台灣的這個NCAP 開始執行之後 我是很看好的 但是呢在這邊我也建議啊 如果說台灣要執行NCAP 我覺得有幾個可以做一個在地化調整 所謂的在地化調整 就是台灣消費者會比較注意 或是會使用到的幾個在地化調整 第一個就是機車的測試 關於目前ADAS的測試啊 在歐洲他們都是行人跟單車 那麼以台灣的一個使用環境來講 我覺得是可以在納入機車的一個使用測試 看看這個ADAS對於機車它的一個評判是怎麼樣 因為台灣的用路環境啊機車非常的多 所以納入機車這一塊我覺得是必要的 還有就是在台灣的這個NCAP 我覺得是可以納入迷路測試的 因為台灣的消費者很多 除了去看NCAP的撞擊車之外 也會去看迷路測試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NCAP實驗室 如果腹地夠大的話 基本上可以試著規劃一下 看能不能再規劃一個迷路測試場出來 來做這個車子的一個迷路測試評比 除此之外呢 如果台灣現在NCAP是比照歐洲的這個規範去走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有什麼意見的 撞擊條件一樣 測試條件一樣 撞測的方法一樣 設備雷同或是有認真過的話 我相信這個撞出來的成績啊 大家都不會有寒扣 一定會很認同的 那麼我也期待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趕快上路 而且我希望台灣的撞擊測試 一律是買最陽春的版本來測 因為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許多車商他們不敢作弊 可能就是好一點的車 我可能就搭好一點的安全配備 可能六氣囊 可能巡機 可能A大全上 入門車款我可能就搭四氣囊之類的 大家不要覺得現在車子有這種車嗎 還真的有 台灣2021改版上市的某幾款 入門的國產車裡面 真的有入門款 還是用二氣囊 然後頂規版才是七氣囊 大家可以去辦一下 車是什麼 我就不講了 真的還有這種車子 所以我希望啊 在後續如果N-CAP上路的話 可以買最入門的車子 然後來撞車 並且加入機車的一個A-DAS測試 跟一個迷路測試 我相信這會對我們台灣的一個消費市場 跟購車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消費行為模式的改變 然後呢我也蠻開心 台灣真的開始在做N-CAP的這個建構了 好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再見 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